好了,繼續和大家講回3月31日,沙田賽馬日的深水提供 今次我們繼續和大家買過關 我們會買到的就是連贏衛志Q過關兩寸三 大家看看右手邊這張圖 今次我們會買到的冷門騎士 這個騎士我們經常見到他的馬就飛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騎士不夠正氣 經常都是亂騎馬匹的 這位騎士是史卓鋒 很少買到他的 但今次也買到他的馬 因為我覺得今次騎到的這匹馬也有機會在 這隻馬非常有實力 而且上場是虧到七彩 上場這隻馬是步步都蝕的 全程走著三四疊來跑 一直都被人頂住了 頂了出去但是外跌 搞到這隻馬完全就發揮不到他的實力 還要上場排著一個劣當 形勢對他又不利 所以導致他跑不出 但今次就不同說法了 今次呢 形勢 檔位 各方面都有理這隻馬 我覺得今次就要買回 到底說的這匹馬是這隻馬 我們即時去片 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好了 又來到我們的投注界面 今次呢 繼續跟大家來買回 未來三月三十一號 星期三 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今次呢 我們會買到的場合呢 第一關 會買到的場合呢 就是我們的第五場 這場的第五場呢 就是我們的四班 泥地1650米的賽事 就是我們賭博研究所呢 最新減買的功能呢 已經開放給新觀眾啦 甚至是我們的Youtube會員 一起來使用 我們提供這個全新的功能呢 就希望大家減買的時候 方便一點點 還有呢 希望幫到大家能夠更容易 來贏一下的 那大家怎樣用到那個全新功能呢 那我們呢 已經特地為我們的新觀眾啦 那和我們的Youtube會員呢 另外拍了一條詳細的教學影片 教大家怎樣來用到我們全新的功能的 那如果大家都想用到這個全新的功能的話呢 那可以去看回我們那條 隱藏影片的詳細教學 那這條影片呢 我就會放在這條影片 下面的Description那裏 那大家去按一下就可以了 那條影片的標題呢 就寫到明說 必定要看的 那全新功能 那樣的 那大家只需要按進去 那看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那我都會放在這條影片 右上角的I字的提示 那大家又或者按回I字 那個提示呢 就看得到的了 那其他東西不再多說了 那我們現在說回我們今場買哪隻馬了 那在這一場馬上面呢 其實呢 都有幾多匹馬是會跑泥地的 那還要跑得好的 那分別是哪些馬呢 哪些馬是會跑泥地而跑得好的呢 那就有這隻皮具之星 這隻呢 這隻皮具之星呢 最近就跑過第二名的 那近況都不差的 那是一隻實力馬匹來的 那除此之外呢 那就是一隻雷霆戰區 這隻雷霆戰區 這隻雷霆戰區 最近都跑近的 那跑過第三名的 那之後呢 就去到那些行進寶區的馬路 這隻行進寶區呢 上次跑過第四 都跑得不差的 那之後呢 還有這隻愛馬劍 那這隻愛馬劍就厲害了 其實它跑泥地呢 很多場 跑了很多場 都有穩定的發揮 而且一路呢 都是有一個叫做 入頭四名的賽職的 你看看 它最近六次 六次 基本上有五次 有五次都是入頭四名的 所以實力相當之厲害的 但是很可惜 其實這次呢 這隻馬就排著個劣蕩 劣蕩 12蕩 那真的要考慮一下 買不買 如果這隻馬呢 不是排著劣蕩 那我覺得 第一隻要踢的馬呢 就是這隻了 因為這隻馬呢 它的賽職真的比較穩定一點 還有呢 是在這一場呢 叫做最有實力的那隻 來的 經常勝到跑贏其他馬的 那 除此之外 還有一隻 雕神呢 我認為都是幾厲害的馬來的 那這隻馬呢 在四班呢 它絕對是惡的 它曾經都贏過的 在四班泥地都是贏過的 而且這隻馬呢 最近呢 是跑得近的 跑過第五名的 那還要呢 它這個第五名呢 不簡單的 蝕著來跑的 那我們一齊看看 這隻雕神的賽職線 那這隻雕神呢 就是正正今次 我們希望要買到的馬來的 那這隻雕神有什麼厲害呢 我們一齊看看吧 那這隻雕神呢 其實呢 它在這一季呢 就跑過四次的 四次都沒有上過名的 那四次都是跑這個沙田泥地賽事的 那路程方面呢 就跑過千八 跑過一六五零這樣 那你見到啦 這隻馬呢 它隔著隔著地跑的 又跑一下千八 又跑一下一六五零 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呢 就是很大機會 是因為 練馬斯想給多些新鮮感的一隻馬 讓它轉一下不同的路程去跑 那就看看有什麼效果 但是呢 你看看了 那它上次就跑完一六五零 那照到你下次呢 練馬斯就再會報千八 讓它再試一下新鮮感的 但是 接下來這一場就不是了 接下來這一場呢 這隻雕神呢 就會再來去跑分一六五零米 即是說呢 跑分它最擅長的路程 那為什麼說這一隻馬 最擅長跑一六五零呢 原因是因為呢 你看得到了 上兩季 上兩季呢 這隻馬呢 贏的時候 都是贏這個 泥地 一六五零米 四班賽事的 那所以呢 其實泥地 一六五零呢 是這一隻馬最擅長的路程來的 所以如果它要贏的話呢 肯定是跑分一六五零了 那所以呢 其實你看得到 這一季呢 它不是全部 很多次都是隔著隔著隔著地跑的 這次突然之間不隔呢 很大機會練馬師是想出擊的 還要呢 其實呢 其實上場這隻馬呢 是因為那個 檔位呢 和它虧了 才導致它跑得好 到底這隻馬上次怎樣虧發呢 那我們一起去看片 看看 到底上場 騎士 怎樣騎這隻馬 和這隻馬 怎樣虧發呢 好啦 那一開閘了 那我們來拍一拍哪一隻隻雕神 那一隻雕神呢 就是這一隻 紅色箭咀指著的 那麼 排著十一檔 紅衣紅帽的這隻雕神 那我們一起看看 這隻雕神 怎樣跑 就進憂自在 橙眼罩 中間粉紅眼罩 雙天至尊 外面搶上去 有風彩華亭要帶頭 那麼第四位的馬 紅衣就雕神在外面 那麼內蘭金地飛客 中間黃衣第六位 還有標形奧漢 再後面的馬 團結一致 在外面位置 愛馬劍 內蘭還有這隻雷亭戰區 尾四島 綠色衣就是兩全其尾 尾三是八進 暫時點了一對 生生發發 和那隻是榮華王昌 開始把對面直路了 前面帶頭的馬 是那隻雙天至尊 那麼他放了出來跑 那麼跟著 在第二位 外面位置 是雕神上去 那麼第三位的馬 有這隻 風彩華亭 一路在外面 愛馬劍三踏 進佔第四位 中當第五位 橙色眼罩 有進憂自在 在他外面團結一致 內蘭還有這隻 金地飛客 外面的馬 有兩全其尾 黃衣尾五 標形奧漢 退了去尾四 雷亭戰區 後面三隻 山山發發 榮華王昌 包尾那隻 是白盡 轉彎的時候 雙天至尊 帶著這隻雕神進來 內蘭第三位 還有這隻風彩華亭 在外面位置 愛馬劍 第五位 橙眼罩 進憂自在 外面位置 就是這隻團結一致 在外面博位 雷亭戰區 最外面還有一隻 兩全其尾 鬥到最後二百 雙天至尊 拋離了個多身位 愛馬劍 起勢地上來 雕神第三位 第四位 還有這隻團結一致 追出兩全其尾 現在追緊 接近終點 雙天至尊 一放到底 愛馬劍 就一直在第二位 第三名 就是這隻團結一致 第四名 兩全其尾 過終點 雷亭戰區 衝得最厲害 不過過終點 結果這隻雙天至尊 都是贏過的馬 結果就一放到底 跑第二名 剛剛贏過的 愛馬劍 第三名 團結一致 第四名 好似追上來 兩全其尾 好了 我相信 大家就看完這條片 都看得到 雕神怎樣跑 雕神 基本上 他排在外擋 所以 他全程都虧了 一路走著 三踏來跑 一路都埋不去 就算 到最後 等到 他埋到的時候 他也是走二疊 埋到也是走二疊 也沒什麼意思 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隻馬 這隻雕神 最好的跑法 是放頭來跑的 放頭來跑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們一齊看看 之前他的賽職 好了 大家一齊繼續來看 這隻雕神的賽職 上場 這隻雕神 就排著十一檔 被人頂住了 虧位 埋不去 搶不到 但是 其實這隻雕神 最好的跑法 就是擺頭來走的 大家看看 這隻雕神 之前贏馬的時候 他的跑法 都是擺頭走的 之前跑的 沙田1650米 四班賽事 跟接下來這一場 都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擺頭走的 之前 再一次 7月1號的時候 跑這個沙田1650米 四班賽事 這隻馬 都是擺頭來走 最後才回來 跑第一名 所以 其實這隻雕神 必須要擺頭來走 才跑得好 所以 上一次 他搶也搶不到 虧又虧這麼多 所以 最後 只是捱到第五 回來 我認為賽果也合理 所以 上次他跑過第五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 天時地理 人和道志 上次 當位差 沒辦法 沒辦法 你不可以遠 但是 今次 看到這隻雕神 排著綠檔 綠檔 綠檔 搶出來的機會 大了很多 我認為 這隻雕神 他既然下班 由三班 到四班 三班 下四班 下一個班次 是他能夠 贏過馬的 即是說 之前連續兩次 在四班 今次他再下來 四班 這隻雕神 有一定競爭力 這隻雕神 上次 他輸了 那個賽職 我覺得大家 不要太介意 因為 始終上次 他祭遇真的不太好 排著十一檔 所以 沒辦法 但是 今次 我覺得要買回 儘管他背著133 重磅 但是 這隻馬 都是有班 所以 我們第一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選這隻雕神 今次 都是用 屎雕風 去騎 屎雕風 都騎慣騎屬 這隻馬 相信 他都知道怎麼騎 因為 之前連續幾次 贏馬 都是他贏的 但是 希望 他今次正氣 少少 不要玩 就OK 我們支持 屎雕風 剛剛 先跟大家說完 我們第一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第幾隻之後 就 來跟大家說 我們第二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是這個 10號的雷霆戰區 為何會選擇這隻雷霆戰區 我們先看這隻雷霆戰區 這隻雷霆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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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隻雷霆戰區 這隻雷霆戰區 其實今季都跑過很多次來地賽事 大家看看,今季這隻馬跑過六次 六次入面有兩次跑草地 跑草地不是太好 跑泥地就有差不多實力 他跑四次泥地 四次入面,泥地也會比較近 跑過五名,第七名,第六名 最近更厲害,跑過第三名 這個第三名,其實真的不少 因為他輸都是輸給實力馬匹 至於這隻雷霆戰區上場輸給哪些馬呢? 我們一起看看 這隻雷霆戰區上場輸給兩全其尾和皮具之星 兩全其尾這隻馬在泥地都很兇 基本上這隻馬都已經贏了很多次 你看看,這隻馬賽職非常穩定 在這一季已經是兩回合 分別是一次跑沙田泥地1650 另外一次就是最近 3月13日跑千百米泥地都贏了 重要,很多時候這隻馬都跑入頭三名 賽職非常穩定 所以這隻雷霆戰區輸給兩全其尾都不出奇 另外這隻雷霆戰區輸給皮具之星 這隻皮具之星未來都會跑 這隻皮具之星是未來的八號馬匹 這隻皮具之星上次贏了一隻雷霆戰區 為什麼這次沒有選擇一隻皮具之星 而選擇了一隻雷霆戰區呢 因為我查一些資料 發現原來當時3月13日這個賽馬日 原來是來外面衝的那隻馬 而正正這一隻皮具之星就是在外面衝的那些馬 所以其實這隻皮具之星上次是賺了場地形勢的 但是相反這隻雷霆戰區是在內面衝的 上次就沒有那麼有利的 所以我相對來說 就會覺得這隻雷霆戰區的表現就會比較好一點 再加上我看過這隻雷霆戰區 之前跑1650泥地那一場馬 這個表現之後覺得這隻雷霆戰區就更加值得來買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在這場2月6號的這場馬 其實這場馬正正就是剛剛我們看的那一場 它對著雕神那一場馬來的 這隻雷霆戰區就輸給雕神 雖然輸了給雕神 但是你可以在這條片看到 這隻雷霆戰區其實它的充勢是非常厲害的 我們一齊很快地看看哪一隻雷霆戰區 和它末段充勢有多厲害 雷霆戰區就排了三檔的 我們看看 這裏這隻 白色袖的 深藍色衫的這隻就是雷霆戰區 大家先認住它 我們現在一齊快跳去看看末段的時候 那隻雷霆戰區的充勢 好嗎 那來到這裏 最後直路的時候 那這隻雷霆戰區的表現如何呢 那裏面內藍的這隻就是雷霆戰區 那大家看看這隻馬的充勢 嘩 這隻馬就厲害了 衝得最厲害 全場衝得最厲害就是它 喂 最後雖然跑第六 但是為什麼這個充勢這麼厲害啊 所以其實在這場馬都看得到 喂 這隻雷霆戰區充勢這麼厲害 其實它跑來地真的不差 那這次雷霆戰區還要換了騎士 由潘明輝換了莫雷拉上去 那競爭力又大了 那不是說潘明輝差 那我一直都說 我很欣賞潘明輝這位華人騎士 那我覺得它在華仗裡面是不差的 那但是呢 這次換了莫雷拉 那競爭力真的提升了很多 莫雷拉和潘明輝是兩個級數來的了 那莫雷拉真的不少 很多時候很多馬呢 你認為贏不了的 那它都是幫你贏得到的 有時候不是說它騎的實力馬 所以它能夠贏得到 有時候真的這個騎士是比較厲害的 就好像最近這一場馬那樣 最近的賽馬日 大家留意最近第一場 這隻山山聖聖 其實說真的 這隻山山聖聖 怎麼輪到它呢 還要贏那麼多馬位 贏那麼多馬位 贏成兩個馬位 說真的 你怎麼排呢 你都排不到這隻馬的 之前有說賀明連騎過 你都排第四 都跑第四 都不差的了 是不是 放了莫雷拉上去 立刻 整隻馬不同了 直接跑第一回來 還要贏了上場 他輸給那些馬 你明白嗎 之前這些中複者 什麼鬼東西 情郎拍檔 總之這些馬呢 本身就是跑得好 那隻山山聖聖的了 但是莫雷拉坐了上去之後 整件事不同了 贏回人家轉頭 還要贏成兩個馬位 那真的不到你不服的 所以呢 莫雷拉坐上去的那些馬 那你一定是要秤高一點點的了 那還要這隻馬 這隻雷亭戰區有表現的 又是最近不錯的 那所以我覺得今場要買回了 那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呢 就是這隻雷亭戰區了 那好了 剛剛先跟大家講完 我們條過關的第一關 買哪幾隻馬匹之後 那來講我們條過關的第二關了 那我們的第二關 每買哪一場呢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二場的 這場第二場呢 就是我們的三班 泥地千百米的賽事來的 那在這場馬上面呢 我們同樣都會選擇兩隻馬匹的 那而這兩隻馬匹呢 我們一早就已經給了大家了 那大家看看 螢光幕上面的這張圖片 那這張圖片呢 就是我們單Q一窗過的那條片 那在這條片裡面呢 我們已經說了 在這一場上面呢 我們會買哪兩隻的了 那所以呢 如果未看的朋友仔呢 那盡快去看看 那看一下我們 到底在這一場馬上 那買哪兩隻馬了 那這條片上面呢 有完整的分析了 那我們會分析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兩隻馬的了 那但是呢 那怎樣看到這條片呢 那大家呢 只需要按進去我們的Channel 那選擇和螢光幕上面這張圖片 一樣的那條片呢 來看看就可以了 那又或者 大家按回我們現在這條影片 右上角的提示 那好像i字那個提示呢 之後來按進去 我們單Q一窗過的那個系列那條片 來看看就可以了 那對了 那所以呢 我們這兩關呢 就是買這幾隻了 那至於呢 我們那個彩詞是怎樣買呢 那我們很簡單 那就會買這個Q 和位置Q的 那我們連贏及位置Q都會買齊的 那只有過關方式呢 就是2穿3 那所以我們這條過關就是這樣買了 那就是買這兩關了 那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那都可以跟著我們這樣去買這條過關 那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那我希望呢 這條過關就順利開得出 我們一起能夠贏得到錢 那我在這呢 再次祝大家贏多些 那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追求 intericide 摩著 赴牌 顏 至尊